你就是一直有坚持吃吗 对一直坚持吃 天天都会坚持吃 那一般一天需要补充几个 就是可能累的时候可能两个吧 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 吃海参鲍鱼 仰一身标变成肥猪 只会吃喝玩乐 国足雄企一丁点都指望不上 领头人李铁的报应终于来了 早在李铁还只是一个小球员时 他倒是有些踢足球的天赋 甚至在体力上甩了队友一大截 还有幸拿下了跑不死的李铁名号 可是哪曾想 自从李铁坐上国家队男子足球教练宝座时 他竟然如同他头发一般 整个人彻底飘了 恨不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而全国上上下下老百姓还兴高采烈 主教终于落到国人手里 还指望着李铁带领国足提进世界杯 捧个奖杯回家 但是自从李铁上位后 国足成绩一落千丈 反而他倒是依旧喜气洋洋 这让人没少背后吐他唾沫星子 况且在李铁手里 不管对手是强是弱 他都有一个本事 那就是让国足输掉比赛 这让全国上下的老百姓 压根就看不上李铁 但是李铁倒是十分的趾高气昂 自大到对骂球迷 怒斥不动球 不要张嘴指指点点 但李铁的操作却十分迷 每次比赛 偏偏换中下等球员上场打比赛 似乎在李铁跟前 只有球队输掉比赛 才是他应尽的义务 这不免被人怀疑 他背后必定在捣鬼 因为身为国家主教练的他 背后还身兼多职 分分钟拿下俱乐部教练职位 除了国家开出八百万的年薪 他背后还能在俱乐部 额外拿到三千万的年薪 况且在李铁身后 一群不中用的球员手里 每个人都能捞走国家 三四百万的年薪 在金钱面前 李铁早就对着有钱人摇起了尾巴 背后究竟为俱乐部卖命 还是为国家卖命 完全可以一目了然 我想问李铁抱着白花花的银子带着球员吃喝玩乐 长了一身肥镖 还能跑得起来吗 还会有人在说 说有主场跟没主场差不多 这些人脑子是真的有问题的 完全不了解足球 前国足主帅李铁被扣走 全国人彻底炸锅了 这背后究竟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李铁自大又贪心 喊话只有中国人 才能培养出国足打进世界杯 可是他拿下国足主教练职位后 却压根没有办到 在任职国家主教练时 私下还任职足球俱乐部主教练 没那么大的本事却都揽在怀里 一次次输掉比赛 让背后金主爸爸彻底黑脸 伸手就是一巴掌 把李铁背后干的勾当 全部抖路在纪委监委跟前 一封举报信彻底将他拉下水 毕竟金主爸爸一年给李铁开出三千万的薪资 白花花的银子都砸出去了 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输掉比赛 很显然对于李铁早前声明 他已经从俱乐部离职的话 完全就是放屁 睁着眼睛说瞎话 明明手里还赚着上千万的天价年薪 而李铁却拿着钱不办正事 让俱乐部差点降级不说 甚至还导致人家难以经营生意 不得不说 俱乐部背后金主老板也不是个善茬 一次举报要把李铁后半生前程毁掉的架势 况且在李铁被带走调查背后 全国多家地方俱乐部只要沾上李铁 全部都已经被带走调查 看来李铁这次完全跑不了了 因为李铁背后干的黑心勾当 十个手指头都竖不过来 明明身为打比赛的球员 想不到李铁却偏偏命令 每个球员必须签经纪公司 并且配上自己选用的经纪人 而背后的公司与李铁之间的贿赂程度 我想只有李铁他这个当事人一清二楚 毕竟他把钱和权利看得十分重要 而面对贿赂贪污踢甲球 名下银行卡身家高达一个亿的背后 他背后的大boss也浮出水面 李铁名下银行存款高达一个亿 三宗最被扣头上的他 背后究竟吃了多少人血馒头 因为除了手底下球员安排经纪公司外 李铁还被扣上了踢甲球的帽子 而这背后必然是花钱办事 手里拿到了丰厚的报酬 也让他在比赛场上带着球员演了一场又一场戏 输掉比赛的他倒是乐开了花 毕竟只要事办好了 他银行卡的积蓄就会多几个零 这也不怪他背后干了不少黑心事 以至于让他来路不正的银行存款 彻底曝光了他贪污腐败的实情 因为在李铁名下 他关联的公司就有9家 全部都是与体育生意挂钩 而李铁也正是仗着身兼多职的权利 在贿赂和贪污的圈子里混得如鱼得水 而李铁单单只是一个国家队主教练的职位 想必他背后必定有撑腰人 才让他得以在圈子无法无天 甚至是一丁点都不把法律放在眼前 自从李铁被省里的纪委监委带走后 他似乎已经开始点头认罪 甚至背后还供出多名球员 甚至是当官人 毕竟只是一个国家队的主教练 李铁背后必定有人撑腰 甚至是合伙办亏心事的人 一伙人聚在一起捞油水吃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有细心人发现 李铁老婆和孩子早就跑去美国 是不免被人猜疑 李铁背后还安了坏心眼 而对于干了违法的事情后 想必没有一个人能逍遥法外 国家这次无非不是一次性杀干净 彻底阐断这群不办正事的败类 而李铁这次彻底栽了后 国族还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吗